嗨 兄弟们啊 今天要装个灯 看看这个不是吊顶的啊 然后我们看看线 线 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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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 这么短 拽了这么多线出来啊 然后多的线呢 我给它剪掉 剪掉就放在口袋了啊 然后呢 这是细顶灯啊 给刚刚剪的那个两个线 剪了两个线 从这个灯的屁股下面啊 一个洞 穿过来 穿过来啊 穿过来 这样放在顶上 放在顶上去啊 看 都不会掉 然后打上螺丝 像这种细顶灯 打开两个螺丝 这上面有木板啊 随便在两个地方打开螺丝就行 好 两个螺丝就很稳了啊 然后现在给它线给它接上去啊 然后这个上面有两个自带的线 这里面有个接线段 给你们的螺丝拧掉啊 好 然后给这个 线啊 这个这个是4针线不要了啊 先拧松动 然后这个可能线咬住了 给这个也松一下 然后这个线就不要了啊 扔掉 然后给刚刚这领的这个线再给它拧一下 然后给这两根线呢 这两根线一个零线一个火线控制线啊 随便接这个左右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皮拨一下 然后现在给这个电线啊 这个控制线拨剪掉一点 再拨个一公分的皮 一公分的皮 哎呀好 一公分的皮啊 看到没有 一公分的皮 然后给这个拨好皮的 拨好皮的电线 插到这个段子里面啊 插进去啊 插进去 然后用 螺丝刀 给这个里面的段子里面的螺丝 给线压紧就行了啊 好 然后这边也同样的操作啊 先剪线 剥个一公分 好 然后再给这个线弯过来 然后这样插进去啊 插到段子里面 好 插进去啊 你看 都已经插进去了啊 然后再给段子里面的螺丝 给它拧紧 好 铃剪现在就可以开开灯了啊 开灯 关灯 开灯 关灯 好 然后最后一步啊 给这个这个细点灯灶 搞上去 就可以了啊 我们开个灯试一下啊 开灯 关灯 开灯 关灯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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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